新闻一回事要来关心到甘季市的消息 甘季市政府今天出动包装来贪图中政公访 中政政役当上应看民众的议论 国民党甘季市政府部都名干部以及董官 在接下消息后后交通来抗议 通过甘季市政府没有经过的讨论 就偷偷从当上来贪图 董事议委员、电工红、布大尉 业特别广告现场声音 现场的气氛就到坚定 经过一头早的时间 在中政公访里面对民国七十千年 设计到现在的准备事当上 已经完全都被贴到 将找时间刷到投赏的磁壶来暗地 但是刚才是政府突如既来的这个动作 却后未接国民党的支持者进不完 我是觉得讲公同乡在这里 是一个公共事务 大家应该可以来讨论 它是不是有存废的问题 但是现阶段在这里 并没有造成市政府施政上面的 有什么问题 对吧 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件 末世民意嘛 不止市民众不外 国民党接的议员 布大尉和郑光红 警察的报告中正公认的现场 当民党在这些现场 脸书上面公告 如果说在市场的脸书上面公告 就算的话 这样子以后是不是 我在我的脸书公告 公告了一些什么东西之后 我隔天我就可以去做 这个 这是完全不对的 公共事务是可以经过讨论 然后一切都是有赞成 借由反对 然后我们集大家的 大家共同的意见之后 来做最后的处分 然后如果说你要迁移 我们多数人赞成迁移 我们就迁移 加义市已经有举办过两次iVoting了 一次是BRT 另外一次是公车路线 那我很想建议就是 跟市长提醒的就是说 如果说公共议题 之前你都需要用iVoting的方式的话 那为什么今天 拆除讲公同向这个议题 你不要iVoting 如果说之前 BRT跟公车路线可以iVoting 可是讲公同向拆除 却可以用这一种 行政材料权的方式去处理的话 那是不是以后 类似的这种公共议题的话 市政府是不是都有两套标准 面对议官的批评 刚已是公园管理科 可充公管理共党 听到当上安迪特洪 已经下定市长途顺席合定 不用说过 当上会讨论安迪在下定的地点 找时间参加特洪 因为我们之前有先跟陶渊市政府 去申请就是迁移过去 那因为其他单位有先迁移过去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就先把它卸下来 装箱之后等陶渊市政府 先完成这个签字作业 等陶渊市政府有基座之后 我们就可以马上搬迁过去 减少行政作业 那避免行政一些资源 又被其他单位所拿走 中正公园的交界 只要当上要听不听 等级以来 其实在加级都有资源 两民不一样的意见 但是新委民进党在加级市 第一位的南省市长 头身体却算在后个月 议会就要交开到定期台会进行 快速从中正的当上来听到 应看到国民党接议院 和支持者的部门 是不是会因此 来影响到富贵之间的合作 后所有的发展 大家关注 西新新闻 杨局民 王秋山 杨局齐 彩虹伯德